美国时代集团董事长,年近94岁高龄的莫里斯·格林伯格 参加过二战,之后又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,获奖众多 日前,格林伯格在他位于纽约的办公室,接受了中心设计者的专访 他办公桌正对面的一张小桌上,摆放着不久前获得的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他说,这枚奖章对他来说非同一般,意义重大,因为这是唯一一枚由中国授予他的奖章 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,格林伯格回忆说,七十年代他第一次到中国时,第一件让他感到惊讶的事情是,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小汽车。 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格林伯格认为,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。 最初一件事发生了,没有车车,只有车车。 它是一个很坏国的国家,所以改革的改革是很严重。 它是从禁止到外国的外国,到处理到外国的外国。 但这不能够做过夜晚,所以有很多改革的改革。 1975年,时任美国国际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格林伯格第一次来到中国。 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达成协议,AIG成为首家同中国合作的境外保险机构。 PICC是一个很小的公司。 也有很多时间。 他们没有多机会。 它们没有时间。 他们 mog了学习,我们试图他们,为了解力。 我们试图他们,为了解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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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讨厌很多时间。 我们开始谈论。 我们开始谈谈谈了。 如果说格林伯格同中国的缘分始于1970年代,那么他执掌的时代集团则在一百多年前便结下一段中国情缘。 1919年,时代集团的创始人科尼利厄斯·范德·史黛在中国上海创立了一家名为美国亚洲保险公司的企业。 除了商业领域的合作外,格林伯格热心支持中国公益事业。 据媒体报道,他领导的时代基金会累计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捐款2.72亿美元,支持中国教育、文化、医疗、环保等多个领域的公益活动。 谈到美中关系,格林伯格说,他对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非常乐观,因为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。 我相信,在这一年十五年代的关系,我们将会变成了更多的关系。 我们将会变成了更多的关系。 我们将会变成了更多的关系。